一个小时过去了 赵婷看到穆国新 就跟打装机似的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自己已经实在受不了 就向穆国新求饶 老公 我已经受不了了 你就饶了我吧 穆国新看了看身下的赵婷问 你还敢不敢怪罪我了 再叫你逆着我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惩罚你 说着他就更加用起力来 赵婷那儿 又得坚持着连声告饶 穆国新听到赵婷的求饶之后 见到赵婷已经快昏过去了 他只好慢慢地收起了功力 一泄如注 瘫软在了床上 这一场大战下来 两个人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相拥着甜蜜的睡去 直到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 这才想起午饭还没吃呢 第二天的上午 一辆高级轿车 驶入了双龙保健品公司 赵婷听穆国新说了 他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 给在穆从文家里的穆国新打了一个电话 就坐在桌前装模作样地看起了文件 内线电话响了起来 电话里传来了女秘书焦滴滴的声音 喂 赵总 昨天电话预约的苏老板已经过来了 您看您是否见他们一下呢 那好吧 请他到我办公室来吧 赵婷一下子又恢复了女强人的外貌 眼里充满了坚定和必胜的目光 你既然想吃下这间公司 那就得看你的牙口好不好 肚子够不够大 秦郎说过了 到时候叫你陪了夫人又折兵 那个领头的苏公子 一看到赵婷 立即惊为天人 以前光听说保健品厂的总经理 是一个美人 没想到竟是如此的漂亮 他一时间呆立在那儿 随行的两个人口水都流下来了 赵婷看到这几个人色迷迷的样子 感到一阵阵恶心 也就不客气地说道 不知道苏公子来公司有何贵干呢 有事请讲 如果没事的话 我现在还很忙 赵总真是快人快语 我们来这儿当然是有事相伤 赵总如此年轻 就有这样的魄力 这生意搞得是红红火火 贵公司现在可算是日进抖金 令人佩服啊 本人看赵总这样的爽快了 那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苏公子一副公子歌的 满不在乎的样子说 眼里还流露着贪婪的目光 赵总啊 我们听人讲 贵公司生产的女性的助盐胶囊 这是来自唐朝的宫廷秘方啊 但是限于现在的生产能力 还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 哎 你看 我们对这儿很感兴趣 不如咱们两家联合起来 赵总只需要把秘方拿出来 我就负责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建厂 我们一起来合作扩大生产 怎么样啊 当然了 这秘方我也不是无偿使用的 我们是可以支付一定的费用啊 赵婷听了这个人的话心里直发笑 这几个人简直是异想天开啊 把秘方拿出来交给你们去生产 还美其名曰是合作生产 骗鬼都不会相信 不是情郎要自己尽量的了解一下 这几个人的底细 自己早就把他们赶出去了 想到了这儿 赵婷笑吟吟的说 不知道苏公子你们想出多少钱 支付着秘方的使用费用啊 咱们之间是如何合作呀 苏公子几个人一听起一阵狂喜 这个小妞还是嫩了点 这么早就上钩了 于是苏公子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笑眯眯眯的说 赵总啊 看在你这么爽快 我就直说了吧 你这个厂子加上秘方 我一共出五千万 以后每建个厂子 我都给你百分之十的股份 怎么样啊 这个条件够优惠的了吧 我说苏公子你也太幽默了 有这样的好事 今后你可别忘也叫着我呀 怎么着 这么好的事你都不答应啊 你可别静有不知吃罚酒 我们苏公子的父亲 你知道是谁吗 那是国务院的副总理 你乖乖的答应一切都好办 你要是不答应 我们苏公子一句话 你这个厂子就办不下去 旁边一个跟班的 指着赵婷的鼻子打声吼叫 赵婷看到这几个小丑模样的人 如此不讲道理 这不是明抢豪夺吗 秦郎也是高官子弟 是那样的温文尔雅 惹人喜爱 怎么这个苏公子就这个样子呀 想到了自己的秦郎 赵婷的心里一阵的甜蜜 不由地微笑起来 拿起电话吩咐 保安部吗 哦 我这里有几个神经病人 你们来帮我把他们弄走 那个苏公子一听的赵婷叫了保安 他脸色一变站起身来 对着赵婷恶狠狠地说 赵小姐 你会为你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咱们走 说着 几个人扬长走出了办公室 晚上的时候 赵婷和穆国新在一起吃饭 说起了这件事情 穆国新也感到非常可笑 但是苏副总理的名头还是很大的 要小心应付一下 但他也绝对不会相信 一个堂堂的副总理 会支持自己的儿子 做出这种下三烂的事 回到了房间 穆国新给自己的父亲打了一个电话 提到了这个事情 父亲只回答了三个字 知道了 就挂电话 两天之后 那个苏公子就灰溜溜地离开了河西 返回了京城 一进家门啊 就被自己的父亲 啪啪 狠狠地扇了两巴掌 并且叫警卫员把他关了起来 他父亲心里明白 穆家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前几天 三号首长给他打的那个电话 可让他记忆犹新的 电话里 三号首长只说了一句话 老苏啊 你要管好自己的儿子呀 苏副总理接到这个电话 马上就问自己的媳妇 儿子去哪了 当听了媳妇说 儿子到河西省去收购一家企业的时候 他隐约感到事情不对 河西省是李家和穆家多年来经营的地方 两家一直在那里和光同尘 几年到来也相安无事 自己呢 是从一个西北省慢慢地爬上来 政治势力远远没达到那里 他拿起了电话 打给了河西省委的副书记梁栋 只有他和自己还有点关系 自己在前年的换届时 对梁栋的提拔帮着说了一句好话 从此呢 梁栋就有意向自己靠拢 第二天下午 梁栋打来了电话 详细地报告了苏公子在河西的一切状况 他收购那个保健品厂 背后隐隐有着沐家的身影 一听到这个消息 这苏副总理马上叫梁栋 立即送自己的儿子回来 就是绑也得把他绑回来 他可不想和沐家接仇啊 沐家的势力 又岂是他这个分管科教的副总理所能企及的呢 通过了这件事情 沐国兴看到了官场上的一些黑暗 联想到了原来的化妆品厂 那个胖胖的女书记 心里越发的沉重起来 看来官场还是很有一些人 在败坏着这个党的机体和国家的风气 要想做一个好官 就必须要和这些黑暗的现象 做坚决的斗争 保健品公司的事情刚告一段落 双龙酒厂又出事了 沐国兴呢 只好以双龙公司全权代表的身份前去处理 事情的起因是 由于双龙酒厂生产的双龙健身酒 和双龙养生酒 由于不同量的 加上了老神仙留下的百花王酒 这一投入市场啊 立刻就走红了 被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定为接待专用酒 外地来河西的大小官员 在喝到这种酒后赞不绝口 一时间双龙酒厂的产品 响彻了大江南北 各地的销售商纷纷拥到双山县 一瓶双龙健身酒 出厂价是八十块钱 被炒到了一百五 双龙养生酒 出厂价是一百二 也被离奇的炒到了三百块啊 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 一时间啊 双山县流传着一句话 抢酒就是抢金钱 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争相为弄的一批酒而奔波 外地的销售商 也为争到一车酒而大打出手 那个双山县委和县政府的协调小组 在赵婷走了之后 由县长王永利极力推荐自己的妻子的娘家侄 而在工业局当副局长的张三立 出任了小组长 这个张组长 以自己协调小组组长的身份呢 经常和酒厂里要酒 酒厂里也看在县长的面子上 每个月批给他挤车 久而久之 销售商们都知道这个张组长有这个能力 纷纷去求他帮忙 常常把大批的现金交给他 但是呢 这个张组长是一个试赌成性的赌棍 原来在县里上班的时候 每个月那点工资被自己的老婆卡得死死的 现在呢 每个月手里都有这么大一笔钱 就赌性爆发 由于协调小组的工作轻松 处于双山县和酒厂 两不管的这么个地方 这个张三立呢 就经常跑到省城去找地方赌博 一天的输赢呢 都在十几万和几十万的数额上 渐渐的这个张三立在赌圈里 可就出了名了 这件事 不知道怎么就传进了 西北省的黑帮老大的耳朵里 这个黑帮老大自小就赌 曾得赌博高手的亲传 赌数也非常的高明 听说了这个消息 他就来到了河西省 指明了要和这个张老板对赌 这件事情啊 也是凑巧 正好这一天 张三立拿到了临省几个客商 交来的一百多万的贷买酒款 于是就来到城里 进行一场豪赌 这个张三立 一个来自小县城的人 哪见过这般架势啊 他哪能是这个黑帮老大的对手呢 几轮下来 这一百多万的贷买酒款 就输得一干二净了 大多数赌徒都有一个心理 越输越想捞本 越捞本呢 他就越输 没办法 只能拆了东墙 补西墙 收了后一个销售商的贷买酒款 就去补钱一个销售商的窟窿 一时间倒也相安无事 但是呢 自从上一个月一号开始 双龙公司的唐总经理看到酒厂的销售状况后 就收回了酒厂的销售权利 由总公司在全国建设销售网络 暂时不设立的 也由信誉较好 资金雄厚的代理商 实行区域代理 那个张三丽的事情啊 也就终于败露出来了 他一共拖欠了三个销售商 一百七十多万元的酒款 那三个销售商一开始还是好言相求 到最后听说 这个张三丽是个赌棍 在省城一晚上输了一百多万啊 就感到要款无望 在一个夜晚 把这个张三丽灌醉后 悄悄地带到了外地 并给县长王永利打了个电话 说只要见到酒 马上就放人 王县长被自己的老婆和岳父岳母 逼得实在没法了 他只好给唐明打电话 要求帮助 所以穆国兴呢 就再一次来到了双山县 穆国兴来到双龙酒厂的当天下午 双山县的县长王永利 就急匆匆地开车来到了酒厂 见到穆国兴后略为一寒暄 王县长就直奔主题 把这张三丽这次闯的祸呀 详详细细地告诉了穆国兴 穆国兴看到了这个王县长 此时全然没有了往日的风采 他眼睛充满了血丝 脸色苍白 一向整洁的他 现在也胡子拉叉 很憔悴的样子 穆国兴知道 这个档子事啊 如果闹大 传到县委屡书记那里 这个张三丽肯定是要被撤职查办的 还要教司法部门处理 看着王永利期盼的目光 穆国兴心想 这个王县长 在老百姓那里的口碑 还是很不错的 上任几年来 也确实为老百姓呢 做了一些好事 自己在上学前 还专程来看望过自己 并给自己送来了慰问金 此时自己如果帮他一下 也会让他永远的记住这次教训 更主要的是 自己开天眼时 看到的这个王县长 将来的仕途 虽然没有太高的发展 但他还算是一个好官 想到了这儿 穆国兴就对王县长说 王县长啊 三丽这次出的事情 对我们酒场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这个事情如果闹大了 不用说张三丽了 恐怕你王县长也脱不了干系 王县长叹了口气 点了点头 穆国兴继续说道 不过呢 这个事情你也不用太着急 就由我来处理好了 我们毕竟还是朋友们 不过今后 王县长可要对自己身边的人 或亲戚 要长着一双慧眼啊 王县长听说穆国兴要帮自己这个忙 他喜出望外 紧紧地握着穆国兴的手 连声道谢 并诚恳地说 穆公子啊 今后我王永利这一生都将追随着你啊 只要是你的吩咐 我一定千方百计地去做呀 王县长言重了 只要您今后实实在在地 给咱们老百姓做好事 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如果你是一个贪官 我是绝对不会帮你的 希望您今天记住我的话 不要让我失望 王县长听了穆国兴的话后 心里微微失望 本来他自己想借着这个机会 化被动为主动 紧紧地靠上穆家这棵大树 但是人家穆公子不接受啊 是 自己一个小小的县长 在人家眼里能有多大分量啊 穆公子一句话 多少大官都得争相奔走 哪儿轮得到自己啊 不过穆公子也说 让自己今后为老百姓多办好事 自己可得一定记住啊 这次人家可是给了一个天大的面子 如果今后自己做了对不起老百姓的事 人家随随便便就可以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毕竟自己还有小辫子在人家手里嘛 其实王县长还有一点没看明白 像穆国兴他们家的这种地位和身份 想靠上去的人大有人在 这地位什么的倒是小事 关键是要看你品行和办事的能力 两者缺一不可 但即便是要你靠上 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挂在嘴上的 好 我现在就先打到你了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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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